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餐廳 位於深圳的金剛華,叫做周市水產,是吃自助餐的 海鮮自助餐也有榴槤盛煙 收費是279元人民幣 坐車過了深圳後,坐地鐵下兩層,賺了一號線 現在回大陸也挺方便 只要你在香港的Alipay選擇交通,將設定回到深圳 基本上你不需要去買票,也不需要用人民幣爪族 直接拿一個Alipay Code,便可支付坐地鐵,非常方便 乘搭到國貿站 在羅湖只坐一個站,很近 但如果大家有坐過地鐵都知道,等車時 月台在未入地鐵站前的位置,便沒有冷氣 人多時都挺悶 去到國貿站,其實它上蓋就是金剛華,非常方便 找回A出口,便直接通過B2那層 商場裏找回電梯,搭上六樓,便是今天這間餐廳的地點 它的自助餐,在六樓開11點 我去到時,大概是10點鬆一點,已經很多人 這期它做榴槤加連華,新鮮榴槤即開即食,也都是無限任食 279元人民幣,如果大眾點評,價錢都是279元,便沒有分別 基本上,整個金剛華,到處都會見到 香港人北上用Alipay,香港港幣支付 其實非常方便,現在,在廣東省 基本上,你有香港Alipay,到處都可以付錢 去到差不多11點的時候,路已經排到非常長 我目測,這裡大概有100人左右,9成是香港人 排隊登記,先付錢,然後才入座 基本上,一去到門口,已經看到很大股的榴槤味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進去裡面,看到餐廳的環境都頗舒服 大陸地方不擔心,夠大 大部分人都是坐卡位,那些位置都算相當寬敞 說明是海鮮自助餐,當然是看看有什麼海鮮 來到見到,它好像一個街市一樣 擺出來,都是一些蜆,鮑魚,還有一些花甲 相當新鮮,也沒有沙,相當難得 那些蜆,花甲,都相當大隻 除此之外,還有這一隻蜆,我就非常喜歡吃 重點來了,這個就是澳洲藍籠 我要拿一個盤,才可以放得完 因為相當生猛,都用了很長時間 才可以令到它們不動 放得不太久,就要找東西蓋著 不然它就會到處走 它好像一人一窩的形式不算太大 這個鍋子就有少少細,老實說 那些蟹也都很新鮮 不過呢,為了拍攝,我就拿一隻大隻一點的蟹來 有花蟹,也有三點蟹 那因為呢,如果你選擇太大隻的蟹的話 其實肉不太新鮮,建議你選擇小隻一點 大家見到,這個鍋子是比較小的 有時候,如果蟹比較大隻 放下去,蟹也放不完,相當大隻 我都要用一個碟蓋著它,以防它彈出滾水 這隻蟹,我最喜歡吃的 基本上,肉很大粒,很爽口,非常新鮮 其實基本上,不用碟,碟東西都可以,很棒 另外一個我最愛,就是這個藍籠 其實你雜眼就像龍蝦仔的尺寸 但是肉很鮮甜,又沒有沙 基本上,我那天都吃了十粒八粒 不過小心點,因為綠的時候,它很沙漫 很容易會彈出滾水 另外還有這一隻叫做阿根廷紅蝦 相當之新鮮 另外還有羅士蝦,即是我們在香港經常說的 叫做大頭蝦 除了這兩隻蝦以外 還有香港經常都會買到的九折蝦 其實如果你喜歡吃蝦的朋友 只吃這幾隻蝦,你也會吃夠半 除了海鮮之外,也有一堆日式冷盆 或者一些刺身,包括沙文魚都有 海鮮之外,另外一個賣點當然是榴槤 不過我在吃新鮮榴槤之前,我就吃了焗的榴槤 想不到焗出來的味道又相當不錯,很香口 這隻榴槤,它勝在雖然不是特別大隻 但那些核就很小顆,很好吃 輪到主角,當然即開榴槤又不吃 當然是排長龍 見過師傅都開到沒有靈魂 因為基本上都不停地開一個又一個,一隻又一隻 去到差不多吃完才見到開始沒有人排隊 因為只有兩個小時的關係 所以都盡量平衡吃海鮮和榴槤的時間 它這隻榴槤就類似泰國貓山王那隻 細小隻,但肉質相當甜 而且最重要是核很小顆 那天,它堆了整個榴槤山 一盒一盒,開完一個又一個,開完一個又一個 其實就算你不吃都像它這樣開,其實都很治癒 除了吃果黃榴槤之外,當然還有果後山竹 想不到這個山竹相當好吃 它開出來就很帥 而且都相當甜,我們都吃了十幾隻 這一個就是白香果 大家如果在香港喝首饒 白香果的飲品就喝了 白香果的水果有沒有吃過呢? 味道是挺有趣的 我想香港很少人會吃白香果水果 除了一些,還有一些Sage 也有蛋糕 還有一系列的水果 老實說,你吃完海鮮之後 吃了榴槤 基本上這些你都只能夠點到即止 因為你的肚子已經未必可以裝到這麼多東西 除了一堆熟食之外,我就最喜歡這個燒鰻魚 非常好吃,焗出來很香 很香 還有它有羊架,也有牛扒 可能國內的朋友 他們的飲食文化 可能肉要煎得比較熟 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生一點 不要那麼全熟的話 一定要跟師傅說 總括來說 這個價錢 你來到國貿 在這個金光華 有這樣的環境 又有任食的榴槤 也有大量很新鮮的海鮮給你任食 雖然只有兩個小時 不過其實那個性價比非常高 279人民幣 計算港幣也不用300元 這個價錢 在香港只能夠吃到 可能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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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都沒有這個質素 甚至乎 我有個感覺 就是它的食物太多 多到基本上 兩個小時內 你就吃不完 也太飽了 就算多給一個小時 你都未必吃到很多食物 相對來說 性價比非常高 300元不用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試試 哈囉